從2022年開始 保定惡立男排 憑藉雄厚的實力 以黑馬的姿態 在國內排球比賽名聲大噪 在前兩屆的 中國男子排球聯賽中 先後獲得了第五名 和第四名的成績 特別是在一個多月前 結束的全國男子錦標賽 保定隊奪得了冠軍 對 非常激動 因為河北男排 是開艦隊以來的第一個冠軍 也是河北省三大球 33年來的第一次冠軍 當時結束之後 腦子停頓了很長時間 但是很快採訪完也好 走下正台之後 馬上沒有太開心 因為我覺得這個只是一個開始 我們後邊還是要繼續努力吧 2022年3月 保定惡立男排正式成立 在政策與機遇加持下 保定男排得以快速成長 保定惡立男排是由國家體育總局 排球改革的大背景下 由河北省體育局 保定市委市政府 保定市體育局 文發集團四家組織的一個隊伍 政府牽頭嘛 然後企業出資和省裡的運動隊 一起聯辦 資金逐入我們可以 引進高水平的球員 在平時的訓練和比賽當中 迅速地提升我們球員的認知 技術水平 包括積累經驗 堅持信心 對我們幫助是非常大的 你看像富工帕納森科 他在進攻 籃網 發球上面 都是非常突出的 再有就是像希洛維奇 去年我們簽約的這個主攻 他的進攻 發球 穩定性是非常好的 包括我們選擇的這個自由人 這個也是中國聯賽以來的 第一名引進的自由人的外援 在他身上 我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他的激情啊 他在場上的這些互動啊 包括他移動的速度 除了引進外援 劉志道也願意給年輕隊員 更多的鍛鍊機會 保定男排積極響應 引進來走出去大方向 本屆聯賽 隊中年輕球員楊寶奇 輸送到國外聯賽打球 首先我們請了高水平的球員 進來之後 他會上場去帶動我們本土的球員 但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有很多的球員 在替補的位置上得不到鍛鍊 所以我們在位置上 考慮清楚之後呢 把年輕球員 楊寶奇送到匈牙利連賽去鍛鍊 首先楊寶奇非常年輕 今年20歲嘛 然後出去之後呢 打了幾場不錯 包括歐聯盃打得都不錯 但是我是希望他出去去打主攻 但是隊伍的需要他近期是打得接應 我也在和國外的這個俱樂部去溝通嘛 希望他再打回主攻的位置 去年張景映去波蘭聯賽打球 留置到陪同 通過外出學習 他也收穫了很多 運用到現在隊伍的訓練 我們去了兩個多月吧 波蘭聯賽的後半階段 在那邊除了提高了孩子的這個眼界 對我的幫助也非常大 也見到了國外高水平訓練也好 要求也好 對於排球的這個認知 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格丹斯克這個俱樂部 他的教練的這種思路 包括他們的籃房是全波蘭聯賽 前三名的籃房 所以我們在他這塊了解到 哦 數據統計對我們的重要性 大家的整體性和執行力非常關鍵 包括我們去那邊對當地的清訓 也做了非常深入的了解 所以在那邊學到的東西 我們盡量地能夠運動到自己的隊伍上 上一屆聯賽保定獲得第四名 特別是在半決賽對陣北京隊 三場兩勝的賽制和對手打滿了三場 年輕隊員是球隊持續發展的主力軍 只有專注青年的發展 才能夠讓球隊更為健康的發展 北京是一個傳統的強隊 整體實力來說 我們和北京是有差距的 只是我們在第一場主場 主場的氛圍非常好 三邊拿下了 到了第三場的時候 其實是有機會的 但是呢 年輕球員把握關鍵球的這個能力啊 包括場上的應變 還是不如北京隊經驗老道一些 我們隊伍其實打的是一個整體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們經常會一場比賽下來 所有人全部上過場 那就是在比賽上中 會有起伏的時候 或者是會有發揮不佳的時候 場下的隊員會給我們 場上隊員非常大的這種 鼓勵也好啊 幫助也好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變化非常大的就是 大家在一起做一件事 在為一個目標而努力 寶丁國立這一批年輕的球員 身體素質也好啊 包括大家的這個目標也好 都是非常好的 我希望他們能夠通過聯賽 包括各級的比賽吧 盡快地成長 提高自己的認知 將來能夠給國家隊 貢獻更多的力量 就可以了